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一般咸蛋超人频道 最近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FNCO 然后最近的水果销量也不怎么好 然后而且我们市面上有很多水果啊 就都很便宜 然后我们自己种的这个黄银呢 也会有一些尝试的品 所以我就打算看了这些卖不出去的铲色饼呢 看可不可以把它加工成一些可以比较耐放的一些干净 我们今天呢就来做这个黄泥干 所需要的东西呢就是黄泥灯板空气炸锅 我就是要用这个空气炸锅呢来做这个 试试看可不可以做一个黄泥干出来 因为它也是一样的嘛 就是用热风来去捶它 看可不可以去做一个黄泥干出来 今天就是来到了这个雨霸炸厨房的这个系列 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切一下黄泥吧 哟哟哟很多人告诉我说不知道黄泥应该怎么切 哟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哟黄泥 名字叫Joesha 华语名字就是水晶黄泥 它水分很多它又甜 先切头后去尾然后外皮绕圈切一切 然后最后再把眼睛处理一下就搞定Skirt YoYo 接下来就是要处理黄泥干的步骤 切好的黄泥切成1.314毫米的厚度 那么就会变成我爱豆的誓言Yo 接着再把我真心挖出来给我的爱豆Yo Skirt OK 我们就把它放进这边里面 YoYo 把一片一片的黄泥 就像我对爱豆的心 它又甜又有点酸 像极了爱情Yo 把我的真心放进调好52.0度的烤箱 考验着我对爱豆的心 把我对爱豆的爱再一次浓缩Yo 看起来是蛮成功的 所以西萨锅也可以 西萨锅的话也可以做出黄泥干哦 已经完成了 晚点 前面 智萨锅